傳說國際晚會會在大廁所在舉辦 那韓院長是怎麼聯繫呢 你可以幫我們歡迎一下過程 因為國際晚會主辦 立法院當然他們會進行相關的策劃 所以韓院長確實有跟我們聯繫 希望今年的國際晚會可以在台北市舉辦 所以我們當然就非常願意 而且很高興在這麼多年之後 國家重要的慶典再次回到首都台北市 所以我們一定會盡全力努力的把國際晚會辦好 當時韓國瑜還穿那個青蛙裝下到下水道裡面去嘛 但被綠營猛烈攻擊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過去民進黨所謂的回力標啊 今天通通打在自己身上 高雄是這樣嘛 一年過一年過 鄉院一年一年再鄉院 繼續投繼續苦 繼續投繼續煙 然後繼續霸繼續爽 沒關係又爽又痛又煙 台米颱風過境造成嚴重災情 其中高雄更是淪為重災區 市長陳其邁也被質疑治水破工 當不少人懷念前市長韓國瑜的清水溝政績 但回想當初韓國瑜穿著青蛙裝 治下水道巡視水溝 卻被綠營嘲諷是作秀行為 如今高雄又回到民進黨執政 淹水卻越來越嚴重 看來相當諷刺 當初笑得最大聲是誰 其中一位叫做黃傑 那說這個是什麼呢 說陸坪燈亮水溝通 這個叫做里長基本工 好請問里長能做嗎 原來當年水溝通通哪裡 通了是中間這一段 大牌有人看到可能會通 因為大牌有時候是露天的 所以大家會看到 那小牌我們旁邊這種雨水下水道 他挖給你看 結果原來是中間帶一段寒管 埋在地下沒有人清 所以當時韓國人還穿那個青蛙裝 嚇到下水道裡面去嘛 還有記者下去被這個蟑螂給嚇到 小牌到處都是 可是這個東西是過去沒有 但被綠營猛烈攻擊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過去民進黨所謂的迴力雕 今天通通打在自己身上 像是這個蘇貞昌啊 這也酸過這種事情啊 這有準備就不會淹水嘛 陳建仁啊 蘇華這個超前部署啊 當時在誇 酸這個 南投縣長許淑華 在偷偷暗捧陳其邁 可是現在這個樣子 還叫做有事先做好 有啦 陳其邁最大的超前部署叫做放台風價 所以我只能講喔 雖然我身為高雄人 很不願意批判就是高雄鄉親 但是我必須說 到現在這個樣子喔 如果還是像以前一樣 繼續相同顏色執政下去 那就是一成不變 甚至花更多的錢 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但其實中央前瞻預算 重複虧待高雄 破1265億元補助的高雄市 是全台補助款第一名 其中投入高雄的治水特別預算 包括液淹水地區 水患治理計畫等 超過189億元 推動排水整治工程的總經費 是32.7億元 但一次開明颱風 高雄市卻交出這樣的成績單 讓我們聽聽身為高雄人的歷史哥 怎麼看 這個花的錢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啦 從阿扁時代六年六百億 到馬英九時代再加邊 然後再到所謂的前瞻預算 這個剛剛您提到上千億的預算 其實整個台灣的防水治水預算是破兆 可是你可以看到各縣市的差異 台北自從那立風災之後 就很少出現非常嚴重的 所謂的淹水災情 因為針對這個有太多太多了 不管任何顏色的市長 這裡面已經經過有綠色的市長 有藍色的市長 有白色的市長 大家在那輪替的時候 其實形成一個很好的監督 但在高雄出現的狀況就是 他長期不正當輪替 那曾經有過一小段正當輪替 所以說哈哈好爽 所以現在呢爽到自己家裡面去 所以錢到底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顯然是沒有 儘管我們的賴清的總統說 只有淹30公分 大家都在戲撐啊 原來重機只有30公分高 原來輪圈只有30公分高 這就是假幹話嘛 沒有真正治標 我跟大家報告 作為一個高雄友 我非常清楚他錢花哪裡 主要就花在志鴻池 志鴻池這個東西 請大家聽清楚 整個高雄的志鴻池 大概有20幾座 總水量是490萬公噸 只要下4毫米的雨量 490萬公噸全馬 所以請問 志鴻池是重點嗎 志鴻池只能防向西北雨那樣 突然來的一陣大雨 那突然之間呢 你水泄不掉 所以你把水導流到志鴻池裡面 但西北雨的特色怎麼 boatすぎ 他不是滴滴滴nel 滴 Chair倒不在 一下就下完了 可是遇到這種西南氣流引進 他爆下一直下一直下 完全擋不住 所以其實回過頭來 還是要參考成功縣市的經驗 或者外國的縣市經驗 比如說修建大量的地下的蓄水池 而且這些蓄水池 它的管道是直通大海的 而不是還是會進河流 因為這次很明顯愛河遇到漲潮的時候就一提 他沒有一提啊 愛河連提防都沒有 他是一流出來的 那所以這個釣魚要不要修建提防呢? 要不要修建獨立的排水寒道呢?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但問題是在地底下 那你在愛河旁邊修建提防 你在破壞景觀嗎? 房價掉了誰負責呢? 高雄是這樣嘛 一年過一年過 鄉院一年一年再鄉院 所以最後呢 繼續投繼續苦 繼續投繼續淹 然後繼續壩繼續爽 沒關係 又爽又痛又淹 結果最好笑的是年輕人大部分北條 就像小弟在想 現在也只能搬來台北 工作機會嘛 所以這才是高雄的核心議題 高雄喔 因為那個人家現在說 那個七個地委嘛 都有去勘災 勘災 都跟著陳提邁身邊 黃姐怎麼不見了 黃姐說 政治大可不必 然後他就po了很多 他說我黃姐團隊去做什麼做都是 可是網友這時候說 那你呢 那為什麼我都沒看到你的人 都是你的團隊 那你的人呢 還是他害怕碰到水 他碰到下雨 他就覺得 他會把他的妝給弄化了 他不必出門了 不知道啦 我覺得這個 所以一樣嘛 就是說 政治人物碰到這些 都有一些災難政治學 這些政治學 到底是怎麼做 我覺得中規中矩就好 也不要太over 但是也不要說 默不關心 那人家會覺得說 這些都是民意出來的 不管是首長還是民意代表 其實上他都代表某種民意 那有災難的時候 這些民意當然也會希望能夠看到 有些人就覺得說 韓院長其實做蠻好的 他雖然是前市長 可是他居然率先就出來發 他雲諾了三件事 第一個這樣就是要讓災民 然後再來就是他還有指示基金會 馬上送那個 五千坪的消毒水 畢竟那個水災過後 昨天我看到很多議員傳給我們那個 他去看災 那水退了 你說水 對啊兩小時退了 可是那個好可怕 我跟你講水退之後 那個地面黃泥的那種流下來的 尤其是南部 接下來天氣太炎了 我跟你講那個登革了這件事情 尤其是那裡南部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不管是風災水災之後 水退了之後 其實環境的清潔時間很重要 所以你要為什麼說災後的重建 才是重點 災後的重建 它會帶來了一個環境 公位上面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看到韓院長 說送了五千坪的消毒水 那我覺得應該有很多的議員 其實疫情期間我們不是都 每個里長甚至議員都會 就會去製造一些那個 刺濾酸水 讓大家消毒 其實這個很重要 而且雨水過後呢 也要幫忙整個街道鄰里 這些拼命萬萬積水的容器 都要把它倒乾淨 因為太陽一曝曬很快的 它可能會引起這個登革了的一些疫情 因為太陽一曝曉得很快的 因為太陽一曝曉得很快的 太陽一曝曉得很快的 太陽一曝曉得很快的